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时间 世光毕竟是我的手下 而且跟了我这么多年 就算你不找他算账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不用你了 这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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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副总巡 就算我知道了 他坏了我的好事 我一样会把他给杀了 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副总巡 宣布房那边我可以解决 关键是蒋世光 他是马永珍的兄弟 他们情同手足 而且 你知不知道 柳居之背后那个男人是谁 谁 是马永珍 你杀了他的兄弟 动了他的女人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 他肯定会找你算账 柳小姐是马永珍的女人 整个上海滩都知道这事 那太好了 马永珍是我的手下败将 而他的女人一定是归我所有 他肯定不会管这件事情 但我会管 我一定找木村 血债血偿 我替世光 油贵 套个公道 马大作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永珍啊 打狗也要看主人 木村呢 毕竟是个日本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到日本领事馆 去跟他们打声招呼 所以我们先不能动 要不然 仇事报了 可数几个敌人 怎么都会两败俱杀 木村和日本领事田中一向不合 我想这件事领事馆应该不会插手 这样就好 但是我也并不主张现在就去报仇 为什么 首先 木村这个人本身就很难对付 再说了 大河道场弟子众多 我们虽然不怕他们 但如果真的火病起来 难免有兄弟死伤 我想 这一定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也不是时光愿意看到的 再说了 现在时光尸骨未寒 我们 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后事处理好再说 冷脆说的对啊 仇 一定要报 但是要抓准时机 最好不要让震动帮的兄弟们 有任何伤亡 孙医生 你今天不是日班吗 怎么这么晚还没走啊 是啊 明天有个病人要来复诊 我想先看看他以前的病例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好 没问题 稍等一下 这些都是最近的病例表吗 是啊 这些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很多病房里的病人都是感染病毒而死的 而且啊 还是同一种病毒 也查不出什么原因 奇怪了 我在医院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有时候我告诉你 就像我一样 是 岂数码 是 什么事 却不决定 不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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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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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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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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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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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